拥有特殊形态的武者童子 实力究竟有多可怕 他不仅向着队友重拳出击 而且将自己养育的魔化王 毫不留情地吞入口中 甚至连附近的其他同类 都惨遭他的无情毒打 在上次的战斗过后 武者童子和凯基的出现 引起了众多人员的注意 再加上古老资料的信息 弑地狼决定成立游击班 让有战斗经验的响鬼 随时支援值班表上的战士 这时龙泽律来到一旁 将最新开发的阴机武器 爆裂火焰谷送给响鬼 研究人员的龙泽律表示 即使减少敲击的次数 太古的威力也不会有问题 同一时间蒙面的神秘男子 经过数次的实验后 来到某处的深山之中 他看着眼前的童子与鸡 立马拿出黑色的刺状物品 先后放入两怪的身体 瞬间产生特殊的反应 随后两怪奔赴另一地点 准备给养育的魔化王 寻找让其成长的食物 此时微吹鬼抵达现场 探见两怪恢复原本面目 微吹鬼果断变身应战 面对两怪的联合攻击 微吹鬼连续两脚将其击退 紧接着切换另一战场 正在这时一旁的天美精 驱动英式神干扰妖机 而微吹鬼应对鬼童子 却反被对手一击打退 他迅速拿出武器反击 将鬼童子逼至强化形态 舞者童子意外产生变异 拥有了永久形态的躯体 随后完全丧失了理智 直接攻向自己的队友 看见这一幕的师徒俩 感到十分的震惊 这时魔化王主动现身 见此情景的错乱童子 跳入水中并将其抓住 紧接着吞食弱小的魔化王 完成错误的任务后 他迅速飞离了这片区域 结束战斗任务的微吹鬼 让天美精先行联系组织 汇报刚刚的意外情况 以此寻找解决的办法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相叙事 由于多次的执行任务 导致自己意外感冒 因此想鬼的专属司机 只能由日菜家接替 数分钟后两人随即出发 此时在某处地点 作为关东十一鬼的弹鬼 正激战鬼童子与妖姬 然而在双方陷入苦战时 正在一旁观看的妖姬 想要呼唤自己的魔化王 却遭到错乱童子的撕咬 这时魔化王发起进攻 他迅速躲避并跃向空中 强力以击中伤魔化王 看见这一幕的弹鬼 十分轻松地完成任务 另一边寻找的微吹鬼 撞见了图中的错乱童子 为了防止意外先行变身 随后手持武器射击 不料伤害十分的刮杀 反倒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迅速转移新的目标 直接将微吹鬼扑倒在地 天美金剑撞驱动英式神 干扰错乱童子的行动 微吹鬼趁机挣脱控制 并发动技能将其击退 紧接着微吹鬼展开反击 但依旧未造成有效伤害 反倒将错乱童子激怒 在错乱童子的攻击下 微吹鬼艰难抵挡 与此同时支援的响鬼 由于换了一位新司机 汽车出现了暴胎事故 但响鬼表示只隔一座山 他可以修行跑步过去 为了加快行动的速度 响鬼立马完成了变身 你绝对想象不到 拥有强化形态的错乱童子 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他不仅以完全碾压的实力 轻松击败了二七威吹鬼 而且在经历一场战斗后 还依旧与响鬼打得旗鼓相当 最后两位战士相互配合 才勉强将对手击溃 由于飞行类魔化网的缘故 鬼童子在意外变异时 长出了空中飞行的翅膀 因此负责此类型的战士 威吹鬼立马展开追击 随后确定目标的位置 提前进入战斗状态 在经过一番激战后 威吹鬼手持武器射击 却未能造成有效伤害 有所反映的错乱童子 将战场切换至另一侧 这时威吹鬼连续竖脚 击飞错乱童子数米远 紧接着占据优势的他 继续发起猛烈的攻势 多次进攻打中错乱童子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远程射击类型的威吹鬼 因为体能和耐力的下降 逐渐在战斗中败下阵来 随后扭转局势的错乱童子 开始狂暴地发泄本性 撕咬着威吹鬼的身体 最后将其丢至一旁 突然他注意到其他人 迅速上前逼近天美金 然而他只是抓住对方 嗅了几下气味后 便离开了这片区域 此时前来支援的响鬼 正好撞见了错乱童子 遭到响鬼偷袭的错乱童子 从口中吐出两把长剑 准备展开武器的对决 面对敌人的连续攻击 响鬼使用阴击棒轻松格挡 在这样激战数回合后 战场的局势依旧不分胜负 正当双方陷入苦战时 威吹鬼赶到了现场 见此情景响鬼退至一旁 而威吹鬼拿出阴击管 一波连射被对手躲闪 并再次撤离了战场 眼前的战斗被迫结束 的两人先行联系组织汇报情况 但领导者士帝郎表示 虽然资料中有相关记载 但没有提到解决的办法 因此只能和以前一样 两位鬼战士联合应战 随后准备众多的英式神 确定搜索的定点位置 等到夜幕降临时 完成各项计划的三人 开始搜索敌人的线索 正在这十日猜家到来 他表示明日梦进了医院 到了第二天的上午 明日梦的朋友池田桶 前来医院看望明日梦 却意外撞见自己的表格 他正是另一位骑士轰轨 随后在他的带领下 池田桶找到明日梦的母亲 而他来到医院的墓地 则是接师父掌轨出院 此时另一边的神秘男子 拿出一管液体连接权杖 并将其举起插入地面 紧接着给泥土注入液体 瞬间产生一位童子 根据类似的方法 将不同液体放置不同位置 泥土中因此诞生了鸡 最后在神秘男子的命令下 两怪开始寻找错乱童子 这时在某处的深山中 英式神盾色蛇有所发现 立马返回原本的地点 忽然响鬼产生奇怪的反应 天美金拿回英式神圆盘 开始解读其中的信息 他表示找到了位置 三人随即赶往目的地 另一边寻找的童子与姬 提前一步赶到了现场 与错乱童子展开对决 尽管是以二打一的局势 但经过休息的错乱童子 完全处于绝对的优势 这时响鬼与微吹鬼赶到 果断拿出变身器应战 面对已经重伤的童子与姬 响鬼使用鬼棒术抢下人头 看见到手的食物没了 错乱童子瞬间愤怒不已 立马从口中吐出长剑 准备向两人进攻 微吹鬼剑撞持枪射击 结果依旧十分刮杀 随后两鬼相互配合 一脚击退错乱童子 紧接着响鬼拖住对手 而微吹鬼趁机发动技能 不料他直接硬扛伤害 反手一击将响鬼击退 见此情景响鬼丢出火焰骨 并上前与错乱童子击战 先行束缚对手的行动 最后由微吹鬼固定火焰骨 错乱童子正要展开反击 火焰骨也瞬间展开 两人成功扭转了烈士 经过响鬼不断地连续敲击 错乱童子也音声倒在鼓声里 感谢观看